你以为的中东油价都是降省低 阿拉伯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而是一个地理概念 指的是说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国家 总共有22个国家 包括中东和北非两个大地域 中东呢包括阿联酋 沙特 叙利亚 巴林等等 那么北非包括摩洛哥 图尼斯 利比亚等等 但是22个阿拉伯国家并不是每一个都富汉石油 属于产油国的国家有 奥尔吉利亚 利比亚 巴林 埃及 伊拉克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科外特 叙利亚 图尼斯 阿联酋 他们呢有一个组织叫做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再回到刚开始的问题 中东国家的油价是不是很便宜 并不是 比如我的祖国约旦 并不是一个产油国 我们那边的油价按照最新的一个数据 90号的汽油价格大概在7块7人民币每升 95号的汽油大概在9块9人民币每升 所以说呢 我们也非常这些汽油不会随便浪费 如果你对阿拉伯世界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点赞 谢谢